就是中暑跟感冒的区别 是不是就是什么 有没有流鼻水啊 咳嗽啊这些现象吗 这样的 感冒它是一种病毒感染啊 或者是病菌感染啊之类的 而中暑呢 它是纯粹是热气吧 是 当然也有其他的啊 只是热气为最重要 那么有的人呢 因为在热天的时候 暑气非常重的时候 温度那么高 他没有注重到 该喝水该在阴阳的地方 以至于整个长途的 在热气之下 那么得到的就是热的症状 是 那么所谓的中暑呢 跟伤寒啊 或者是这个中寒啊 或者中风啊等等的 我们讲的中风 就是骨手讲的这种风的病 都是一样的 它们都是所谓的气候的影响 而造成的 那么中暑的现象 跟感冒的现象 最大的不同 感冒症状呢 一定会有带着什么鼻子啦 呼吸道的啦 或者甚至于咽喉疼痛啦 等等这些 可是中暑是没有这些现象 是 它大部分的状况是 昏啊 热呀 或者是没有力啦 或者甚至于 还有更多的 像是静缘之类的现象 所以中医看中暑 它其实就是一个热气所造成的 是热气所造成的 那么我们中医讲 风火湿造寒都可以造成病 其中呢 风火湿造寒这个火呢 还包括了热跟暑 所以就是暑气中了 那么这个热是不是就一定让人中暑 倒不见得 可是呢 热再加上一些湿气 以及所谓的不振之气 那么这个时候容易造成 所谓的中暑 不振之气是指中吗 不振之气就是吃坏了东西的 这种不振之气 那么以现在的人来讲的话 要不然就是长途跋涉 在很热的环境之下 要不就是冷气跟热气的这种 交互的这种 不适应 这种换来换去 现在在热的地方 马上进到很冷的地方 然后又这样子 互相之间的这样子下来呢 那么这个身体的适应会差 也造成了所谓的中暑 所以中暑在古时候的看法 它有所谓的阳症中暑跟阴症中暑 阳症中暑就是长途跋涉 被太阳晒的很久的时间 那么阴症中暑呢 就是贪凉 在阴凉的地方待久了 太久了因为中暑 在阴凉的地方 也就是因为你热嘛 所以但是你在阴凉的地方 而这个古时候 没有什么阴凉的地方啊 有 例如地窖 例如庙 这些地方都是比较阴凉的地方 然后你在那个地方 也容易得所谓的中暑 那么这叫阴症中暑 阴症中暑就是 有点像伤寒的那种 那种现象 没有汗啊等等 而热的中暑就是被 长途跋涉 被太阳照射的 就是有汗的中暑 然后呢 两种都是一样 会口咙很干啊等等 这些现象出现 所以一般我们呢 就是现在可以看到 中暑的症状有分为 哪几种不同的类型吗 我刚讲的就是阴症跟阳症 这两种 阴症的就是那种不出汗 然后呢 觉得身体还会怕冷 等等的现象 就有点像我们 有点像感冒吗 注意说学校上讲的那种伤寒那种症状 假如说是阳症中暑的话呢 那就是出汗 而且呢觉得很热热热热热热 甚至于热到温度会提高到38度 39度 甚至于40度41度的这种 这种现象都可能发生 是 那依照它的轻重 那应该有不同等级的 它会出现的不同症状的差异吗 可能是有的 我们先谈一谈就是 中暑跟感冒之间呢 它们有什么特别的不同 刚刚已经讲过 可是还有一个办法 自己来测试 我怎么测试 自己测试呢 就是这个是民间的医学讲法 并不是中医的讲法 民间医学讲法呢 它说你可以掐一掐 你的硬糖这个地方 掐一掐 或者说你身上刮一刮 它会出现那红色的血管的崩脏 所以呢就会看到红色的 一颗一颗一颗的 但是有一些会黑黑的 对 那个有的时候黑 那么黑的话就更不好 就是里头还有浴血 假如说你能够测试出来说 有这个东西 那么你就可以证明 你不是感冒而是中暑 可是不管怎么样 感冒和中暑 在现在来说 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都有可能会造成生命的危险的 所以胡医师你是说 硬糖如果是中暑 它这样掐一掐会有红 但是如果是感冒不会 不会 这么特别 或者刮刹也是一样 感冒的不会刮出沙来 刮不出沙来 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很简单的分辨出来了 那么中暑我们先来看 它有哪些症我们才来看怎么治 好 就是说你在这个很热的环境之下工作 或者是在太阳底下走得太久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要是出现以下的这种症状 可能就是所谓的中暑了 例如说动作缓慢了 恶心想吐身体没有力量 甚至于还会有大汗口渴这一些症状 那么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先兆 就是说已经接近中暑的现象了 这时就已经要注意了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是 是 那接下来它比较严重的话会怎么样 到了严重 真的是中暑了的时候 那它体温可能已经到了三十七八度 也就是三十八度左右的时候呢 那你就特别小心 这个时候呢 它是会有大汗呢 就是哗啦哗啦的流了 而且呢甚至于脸色也苍白了 类似糖分供应不够的那种症状 就是突然大汗淋漓啦 然后呢皮肤也干了热了 胸也闷了 心脏也这个叫做心脏会激动啊 蹦蹦蹦蹦乱跳了 那这种状况可能就是中度了 这样子的一种中暑现象 是 那如果还有更严重呢 更严重的话 温度就体温会提高到更高 那么在旁边的人都已经可以感觉到 它的温度是已经相当的高了 大概达到四十度啊 四十一度四十二度都有可能 这样不是已经昏倒了吗 那个时候已经可以说是 在我所了解的 我遇到过这样子的状况的人呢 你会觉得他已经是接近于 要休克了 或者甚至于他会有那种抽筋啊 等等这种现象 假如有抽筋了 就叫做热静联 那么现在的人叫做中暑静联 他就抽筋了 这种现象 所以其实一般我们如果在碰到的人 应该都属于是比较轻度跟中度的吧 轻度跟在中度到重度之间 那么假如再是严重了 真的是很可怕 还有一种呢 就甚至于心脏 你摸不到脉搏 按不到血压了 那这样子的状况呢 可能就是已经要叫做热衰竭 或者叫做中暑的衰竭现象了 那这样子的话应该是 有些人他特别容易中暑 有些人他比较不会容易中暑 是有什么样差别 在他体质上吗 体质上面来看的话 依照我们了解的可能肠胃比较好的人 比较不容易中暑 为什么 因为中暑大部分都带着肠胃的问题 例如说你吃坏了一点东西 然后又再加上这些热可能就造成了问题了 所以刚才讲的有一种症状 不是它我所谓的类似糖分供应不够 那种所谓低血糖或低脑血糖的那样子的一种症状 那个症状呢就是头晕目花 然后甚至于前面看到的 就是这个本人看到前面是已经昏花了 全部是黄色的这种模糊的那种状态 然后再加上了就是根本就站也站不住 坐也坐不住了 只想倒下去了那样子的状态 然后呢等一下他又冒一身冷汗 那这样子的情况呢 就是所谓的中暑的一种严重症状 是 那遇到这样子的不管是轻中重的 不同症状的中暑现象 我们要旁边人遇到要怎么样去帮他做急救 或帮他做舒缓 是 遇到了我们旁边的人 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急救方法 那么只有让它变得比较凉下来 其实中暑它应该要分为阴中暑跟阳中暑 那么你刚才讲的这些都是阳中暑的这个症状 阳中暑就是说这个人 像刚才你讲的那个前面的例子 这个业务他经常的要在外面跑动 所以太阳晒到的太久了 以至于热 所以这种一般都是阳中暑 那么这个时候 在他出现先兆症状的时候 就应该让他赶紧补充大量的水 可是有时候是自己觉得好像晕晕 但是他没意识 对 但是他这个时候应该要赶紧喝水了 但是他没有喝水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发生后面的问题 对 那重点是旁边人看他昏了怎么办 旁边的人看到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要让他赶紧把温度降下来 因为你已经到了烧到38度以上了 那个时候就应该开始赶紧降温 那这降温的方法呢 现在的人降温方法很简单 就是拿冰水啊什么 冰一冰头啊什么 其实我发现到要降温不是在头上面来降温 而是在一窝或者是这个熟悉窝 以及这个腿窝窝这些地方 让他降下来温度就会很快降下来了 是 那所以旁边人就第一个就帮他降温 那如果他昏倒 要不要干脆叫119把他抬走 还是不需要 还是不要动他 我想在这个时候呢 是不是要赶紧动 我想这个不一定马上就有一个条件动他 但是假如可能的话 要是以中医的想法很简单 掐一下人中穴 因为他已经晕穴了 那这个赶紧压一压他的人中穴 然后呢脚底下的这个涌泉穴 还有河骨穴等等这些地方 赶紧压暗一下 然后呢 假如可能的话 放点血都会好 但是应该没有随时有针吧 就是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 中医用的这个方法呢 不一定立刻能够 能够在现代之间 当时能够做到 这是最难的 那只有用降温的方式才是最好 那么降温呢 除了用冷水 刚才讲的 冷水放到像一窝 走弯弯窝 或者是脚弯弯窝这些地方 以外呢 大概就是用水从上面 然后往下一直擦下去 让它的温度能够降得更快一点 是是是 所以其实也蛮难的 因为如果你昏倒 它体重可能是挺重的 对 是的 所以要抬走可能也有一点 这些都不简单 所以你叫119的话 也不一定说是立刻就能够 能够做得到 所以就是旧地方 只有立刻送到比较阴凉的地方 来做这些事情 那么何利用穴位来治疗中暑呢 一般民众是不一定能够做得到 但是按压可以做到 我们用中医的方式来告诉你大概的穴位在哪个地方 例如说 例如说比较轻一点的中暑症状 包括了什么胸闻恶心 又烦又渴又倦怠等等 这些情形发生的时候 你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使用例如大锥 那后面应该一般人应该按不到吧 一般人按不到你也按得到 你看这是颈脖子 颈脖子的后头 它比较低一点的地方 第七锥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就是大锥 可以用手就是掐按那个位置就行了 掐按就可以了 那这是第一个大锥穴 第二个第三个可以用颌骨穴 取齿穴 颌骨在手上 就是在虎口 然后跟我们的大拇指的横纹 然后所摸到的大拇指指尖 所遇到的这个穴 就是颌骨穴 那另外就是取齿穴 取齿穴是手心向着自己身体 在手肘的这个弯弯上头 上面有个横纹 就横纹头上这个位置 这个就叫做取齿穴 也可以压 你压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很疼痛 那么这个颌骨穴压得很疼痛 取齿穴压得很疼痛 另外呢还有一个穴叫做内观穴 这跟心有关的地方 它是在手腕横纹 向上三个指头 两个筋的中间这个穴道 叫做内观穴 那么这几个穴道呢 对于轻症的这种中暑 是有帮助的 可以很快让它恢复心脏的跳动 恢复身体的过度的热 那么这样子病情就好了 那这是比较轻的 那比较重的 比较重的的时候 这个人已经昏迷了 他自己什么事情都不清楚了 最重要的一个穴道 你知道是哪一个穴吗 其实就是人中穴 掐人中 又掐的时候呢 你的手指夹尖 插着它上面 都会觉得很疼痛 最重要的就是 我强调这个疼痛 很疼痛 意思就是说 它疼痛到 必须醒来 把它痛醒就对 就必须醒来 它就在这个人中 人中钩 这鼻子下头这一个钩 叫做人中钩 人中钩的中间这个穴 就叫做人中穴 人中穴 你就可以这样子 用力地掐下去 用力掐下去的时候 它会很痛 那么这个时候呢 立刻就会醒觉 另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 全身的羊脉所绘的穴道 叫做百会穴 百会穴可以掐吗 百会穴呢 它可以揉 就用力揉 它的位置在两个耳朵 耳尖 耳尖所交汇的头的中心 所以在这个上头 这个位置 你这样子用这个手 大拇指 大拇指就这样 用力地揉揉 就是这样揉揉 揉揉就可以了 另外假如说 可能的话 又是有这个 医生执照的话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十旋放血 就扎 把它流出一滴血来就好了 十旋是什么地方呢 就手指尖 十个手指尖 所以叫它叫十旋 在这个地方 刺破 流点血出来 这样子也可以很快地 就急救它的这种晕昏 我曾经在医院里面 治疗过一个中风的病人 中风也是一样 已经昏迷了 所以就在这十旋上面 给它放的血 之后它很快地就醒过来了 而且那个中风的状况 也都全部解除了 所以就要提醒大家 平常要带着那个 扎针的那个吗 那这样子就很难了 例如我自己当个医生 我都并不说是 每天身上都带着针 所以有的时候 这也是蛮困难的 所以刚才学到的 这个人中啊 百慧啊 这个是一定要 要懂得的 那如果一般人呢 要做一个保健 就怎么样可以避免中暑呢 保健的话 刚才讲了 就是说容易中暑的人 多半都是肠胃的问题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平时要好好地 把肠胃给保养好 肠胃保养 用中医的方法 我先不讲 就用针灸的一种应用的话呢 最好是注意自己的 这个祖三里穴啊 公孙穴啦 还有内关穴啦 这些穴道呢 经常地按压一下子 有帮助它 是是是 那今天呢 胡医师也要帮我们介绍 药膳 莲子 银耳 它为什么莲子 银耳 可以那个防中暑呢 我经常地跟人讲 银耳它的作用是很好的 是 银耳最重要的就是润 它那个润肺 那么在现代的医学上面研究呢 它说它可以防癌防老 哦 那就是防癌 那它这个作用我就不多说了 防老就是让你的身体呢 不要那么干燥 就叫润 但是中暑跟润有关系吗 是的 中暑的人一般来说是口干嘛 对 干得不得了 是 那它就润了 那你平时常常吃点银耳汤的话呢 就已经可以滋润了 哦 而且滋润了的时候呢 让肺也好 所以不容易得感冒之类的毛病 是 那这个地方呢有银耳 另外莲子呢 莲子是补脾胃的 哦 它能够厚实脾胃 厚实脾胃的意思就是说 让脾胃不容易变坏 另外呢就是红枣 红枣它能够合脾胃 它跟甘草跟生姜 这个中医开药的时候 最喜欢把它摆在一块儿的 这样喝起来不是辣辣的吗 但是它放在一起 它就是又温脾胃又补脾胃 然后呢 它有点像所谓的天然的胃药 所以我们平常自己可以煮啊 就是甘草啊 红枣生姜茶吗 那倒不 一般来说是药方子我们才用它 为什么 那里面又有其他的作用 例如甘草它是所谓的国老 它可以这个 调和 可以调和其他的药物 这个并不成一个方 它就是在方子里头的附件 也有辅助用的 那另外呢 再加上一点点这个冰糖 来加味道啦 还有冰糖呢 又是甘味的 所以它也是温脾胃补脾胃 所以是不是中暑人 可以给它吃一点冰糖 中暑的人是因为 我前面有讲到过 很可能它就有那种 所谓的糖分不够供应的状态 那么吃点冰糖 或者吃点砂糖的这个糖水都很好 是 那这个方子有没有哪些人是不适合的呢 大部分的人都适合 只有一部分 只是未算过多的人 可能对于这个糖分多是不太不太喜欢的 所以这个方子算是很温和 可以帮助我们减缓得到中暑的几率 是的 那接下来呢 胡医师要为观众朋友介绍一道消暑茶 的确就叫做消暑茶 就消暑茶 而这个消暑茶呢 里头要用到的是西瓜脆衣 是 西瓜脆衣就是西瓜的皮 对 里头有白的部分 有外呢 外面的绿色的部分还不要拿掉 是 这叫脆衣 西瓜脆衣加上一个非常解渴的 能够生枝解渴又滋润脾胃的一个药方子 这个东西呢叫做石壶 石壶是一种兰花上面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是相当贵的 也有很多种啊 其中最贵的叫做火山石壶啦 金柴骨石壶啊等等 很多很多 它就光石壶就有分很多品种 分了很多种 那么这个东西呢能够滋润 然后加上这个西瓜脆衣 一个是能够利尿 一个呢能够补水 能够滋润这个脾胃 好了再加上甘草啊跟红枣 这样子几个东西摆在一块 煮成茶来喝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消暑茶 那夏天呢有很多瓜类 刚好是在这个时期 是不是也应该多吃瓜呢 是的 这样子哈 西瓜它里头含有一种 利尿的瓜氨酸 是 以西医的讲法就是瓜氨酸 它利尿 利尿去解暑 其实就这么简单 因为就把热气排掉 像哈密瓜也是很好的 哈密瓜它算是甜瓜类的 甜瓜是很少用来当治病的 可是呢 甜瓜的地叫做甜瓜地 它是用 对甜瓜地 是拿来在药方子里头是有的 另外呢像是苹果也很好 它养盐啊的作用 并且呢用现在的讲法就是酱汁啊减肥啊等等 有这样子的作用 是 除了这几个生吃的瓜类以外呢 还有一些是煮来吃的也是瓜类 例如丝瓜啦 例如苦瓜呀 例如冬瓜呀都很好 在这个热天的时候 吃一点冬瓜汤你都会觉得很舒服 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 丝瓜也是一样 吃了以后 它不但是润滑而且还开胃 苦瓜呢它是因为夏天暑气的时候呢 是热 热的时候你要凉你的心火 所以呢苦瓜也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所以吃那个苦味就对了 吃那个苦味 而且它也凉 所以呢中暑也好 夏天也好 都是可以用这个东西来作为食材 是我觉得生活上有些事情啊 我们要特别的注意 那我想这中暑呢就会远离我们 因为毕竟我们如果平常多喝水啦 多补充水分 多吃这些些瓜类啊 降降我们的火啦 或者是平常呢就是保护好肠胃 就是中暑其实跟我们应该是不太有关系了 也许吧 假如把这个肠胃弄好的话 我们的肠胃弄好的话 因为每日都要被冲到 我们的肠胃弄好 我们的肠胃费 如果我们的肠胃弄好 我们的肠胃弄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